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变述部》的《小星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7月22日星期五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柳杉菠萝仔聊天 以得台阳 大家好 好了 请记得赞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帮忙订阅《妄向变述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两个YouTube频道 也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欣赏节目 好了 我们今节回来不如再跟进一下有关同学生 在较早前希望学校会给男生留长头发 觉得很不公平 是否男女平等 又要去平机会 又要抗争到底 其实这件事自从曝光之后 当然有些人就拿这个小孩来抽水 我支持你 有些很反对他的 是的 也有一些已经在大学工作中的男的或者叫做学者的人 都说我都是留长头发的 我都留了这么多年 你读书的时候又不见你说要留 在中五中学的时候又不见你说要留 是跟着大学才开始留 是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事实上小弟都是在大学试过留长头发 每个人都经历过年轻的时代 我认为中学一般来说 校规是比大学严格的 对于学生的移用都有详细规定 我相信每间学校都是这样的 每间中学都是这样的 事实上你做一个学生 就是要跟着校规的 我觉得跟着校规就可以专心读书 这些事情我觉得不是太重要的 也都没必要搞到很大件事 不过这位同学真是很足够的 搞到他评机会 评机会其实我觉得他做得也算是这样 他不是说要分对错 只是希望帮忙调解同学校 对了 接下来都会调解一下 看看能不能解决 暂时来说其实同学方面都没什么说 不过既然这件事成为成终业 大家要去讨论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年代就不同了 各样都说要民主自由不自由无灵死 是吧 那你死了他 唉不是 不是的 这跟自由民主是无关的 很多人就很喜欢借这件事来 借机就抽水 我觉得 我看到不少 甚至连一些知名人士都很支持他 很支持这些学生 当然了 刚才也说了 你自己想当年又不见你这样做 是吧 又是暗春 是吧 对了 对了 对于立法会议员邓飞 也是教联会的副主席 他就被邀请到商台 在晨朗的一天留长发 接受电台访问 聊聊天 被人挑衅到 嗯 我觉得这次邓飞的表现 就有点把持不住 是吧 是吧 其实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如果你说是叫做教联会的副主席 还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有学界来说 都这么有地位 要做一个好棒 让别人看才行 这么容易被人挑衅到机 怎么可以呢 坏点说一句 电台这班甲拐 他们的挑衅程度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其实也不及学生 因为有时候学生 他们更坏 是更坏 是更离谱 就是说些东西 又和你改花名 或者玩你什么 整股你那样 一定有的 电台那些 因为他一个大气电波的节目 也有规范 对 有规范之外 他挑衅你也有限度 咦 没理由 邓飞这样也会失控的 先说一下 这件事进入一个调解的阶段 所以同学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话说了 假如叫做调解失败 便会研究一下究竟是否要资助投诉人进行这个诉讼 所以邓飞又说了 学校的执行校规 所以邓飞未必是跟性别的方向去考虑 是从整体的整体的角度来看 他又说 如果有时候头发太短 都可能是不够朴素的表现 也可能是违反校规 正如社长 之前也说过 如果太短的话 都未必可以 你砍到头 你要学华基 我喜欢他 就砍到光亮 这样就不可以 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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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可以 一般是 短头发平头 普普通通 不要那么多花巧东西 那就可以 对不对 或者像赵家然那些 两边铲光光 然后中间有个尖簿簿 整个花塔柄 都不可以 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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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朴素 学生来说 基本上就是要这样 所以不让你又要名牌书包 又说这样那样 又酷池做书包 可以吗 不可以 这些奢侈品 更加不可能 所以很麻烦 学校为什么不想 希望大家被这些物质 令大家有个比拼 而影响了学业 也是不好的 而且价值观 也是有影响的 接着他说 强调 校规定立 是经过教育局指引的建议 也符合办学团体的理念 他也举例 校规定了 学生必须要穿校服 也是一种朴素的考虑 也是跟我所说的一样 防止学生之间有这个比拼 比拼 是的 到了大学的时候 就除了你了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大学就宽松很多 这方面 很多时候 男生在大学的时候 都会尝试一下留长头发 有不少是这样 我自己是其中一个 哈哈 一些中学的时候做不到工作 就留在大学才做 即是不让你做到尽 做到尽 长头发 或者那些皮带 我们以前读书 带皮带回去 那个扣也有规定 不准夸张 接着如果可以的话 就会做大些 皮带扣到整个金属 我看到那些很厉害 我说 打完下 那只蟹一样走 不是 我说 你放个啞鈴在肚子上 那样打 究竟 整个锁 那样 就是这样 我说 那你怎么去嘶嘶 我说 你去大解也很麻烦 我解锁就可以了 是密码锁 可以吗 我说他褂子也未必解得及 褂头带的扣很大 很复杂 那褂子是褂子 真的惹人害怕 好 接着主持就去挑肌 如果他任教学校出现了一宗这样的事件 他会怎样处理呢 他也说的 一开始还挺得住 就说 会跟对方说一下 要讲道理 也都说回给他听 校规 要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不希望大家有什么标其立意 学生是不能够因为不满而不遵守校规 不满意这条就不遵守 明天不满意那样又不喜欢又不遵守 不过我们记住 有时候中学生都开始叫做 有时候也有步入青春期 他们也会有一些叫做反叛期 也会有的 也是的 也不要跟他们说到这么硬斑斑 你今天说这个不行 明天说第二个不行 那你玩完了 这些话要尽量避免 是的 所以我们 是比较难令青少年接受的 如果他太硬了 除了你要硬得非常硬 连父母也害怕 也可能不舍你 有时候反叛期 反叛期就是这样 大家都反叛过 当然也有尝试过 我也是 到回转的位置的时候 我都会叫别人不要这么反叛 因为你知道自己 以前小时候 因为这些位置你受不住 就会反叛 例如可以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例如校服方面 就说不要这么吵吵 离开了学校都要保持形象 刚好有一个老师看到我 一放学的时候 就把这件衣服拔了出来 吵吵吵吵在街上 他说 许同学做什么 是这样的款式 衣服做什么 这么松的 放进去 是校服 你不知道这件是校服 你现在穿着什么 校服 可以的 然后拿一支笔 把我胸口的校章的位置 然后我都知道你了 我立刻拔出来 因为我的校章 我用双面胶纸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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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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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教育局列出新指引 更加震动学界之后 找教育局来压大家或者叫大家统一一件事来做 其实邓飞这样说令人很震惊 因为校规方面某程度上是学校自己去处理的 假如又要教育局再去处理又要给指引 是很难的 指引就在那里了 没理由要再做指引 指引摆在那里 每间学校就着这份指引来定立它的校规 校规每间学校其实都有差别 当然有些校规就大同小异 例如男生不可以留长头发都是大同小异 我相信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本身将这件事留在学校已经足够 没有必要上到教育局 我认为就真的 是的 即是你再拿新指引来 究竟是你不让学生到时去平机会 这就令人觉得很奇怪 如果这样 我认为是将本来一件学校内的事 就搞到这件事更加大 变成一个社会大量讨论的话题 甚至乎一个议题 没有必要搞到入政府部门 我觉得如果你说移风易俗 好吧 我可以这样来挑战 如何挑战 我们说一下祖先 从古就已经有一个传统就是 身体发肤 兽诸父母 剪头发是要摘个良神吉一来剪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挑战 是的 很多东西要玩 是不是要这么害怕今次的投诉成立 反而成立了也不害怕 学生最害怕是什么呢 反而规矩和手续多 原来是这样的吗 成立了之后 又要调查 又要问我这样 又要问我那样 又搞到又烦到什么 没时间打机 没时间跟朋友聊 大家都知道 是吧 是吧 你用这些规矩和程序 来悶死他 悶死 悶死这件事 最后死死地去剪髮 悶死他 悶死他 头发都砸了 不要烦了 我剪了他 他立刻拿剪刀自己剪一次 我立刻剪 不要烦了 好像是溥仪那样 自己剪了一条边去 坐在床上 是不是要这样 其实不需要这么担心 如果当他知道 哇 投诉这么烦的 我不投诉 觉得烦就不做了 再者 我们可以用另一些手法 来让同学们觉得 原来 流头发流长了 那么肉酸 那么不认 那我就不留了 那我就马上想起一个近来的人物 同学们 其实我们见到他 这个发型也不是不好看 也挺好 是不是 整个《Harry Potter》 整个《Harry Potter》的款式 挺好 挺好 那我们再看看 最近我们也很记得 有这个叫做健仔 如果把同学 如果这位同学 假计 他流长的头发 就是这样 漂亮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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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流长的头发 整个健仔 你流来做什么 整个监犯 是吗 准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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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都似的了 之前在那个仓的时候 都跟监犯没什么分别 我想他现在已经剪好了 一剪好了 现在剪好了 还压身的剪头发 好像可以给他们剪 如果他们想剪的话 那我们先看看 其他同学 你不应该留长头发 你留长头发 整个健仔的一款 是呀 不要啊 是吗 整个监犯 不行的 千万不要啊 是吗 那么肉酸 是呀 就是挑战还是挑战 是呀 俊仔 俊仔 俊仔就变健仔 救命啊 是吗 是呀 不要这样 好了 主持方面 又向邓飞挑战 主持人说 社会可以藉着今次的事件讨论 学校是否应该有禁法 或者是法禁 头发方面有这些禁止 这个不是禁 这个叫规范 我觉得 不过他主持 懂得用这些言 选择这些词语 这个是特意挑战邓飞 我认为Heart 即使邓飞 心里面要脅心 心里面的想法 也跟唐一样 表示 Lloyd 是 ceb exactly 所说的 也不是阁 其實这些是校规 他们经常针 可能他们心里面 在电台中说 邓飞也说不需要探讨 即使他可能言语间说得不太好 表达得不太好 都是唐人所说的 效规有什么好探讨 整天都发禁发禁发禁 所以说效规也并非根据性别来定 接着邓飞也说后说有点点离体 哎呀男生大汗 所以要短发 这个不一定的 现在很多男生都没有汗出的日子 只顾着打机会不会出汗 你以为好像我们以前读书一样 一落堂小色 立刻冲进去打篮球 全头汗全身湿回来 然后又换个衣服 立刻换回来 这样就不行了 不要换了 说是你 所以我带了一件衣服回来换 即是直接换回两件衣服 我就比较小一点 这样的 因为白衣服 那会太透了 透了 透了底衣服的形状 我看到了很可怕 一件事 每一个人的做法不同 女主持反问 长发的女生都会做运动出汗 那怎么办 接着邓飞开始忍不住 哎呀 男生女生身心上都有差异 需要一定的差别 接着再说 如果这样都被视为性别定性 或者是性别歧视的 那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要一刀切 邓飞也有点忍不住 开始生气了 要上火了 被指纸挑衅到 另一个又再遮掩他 如果有男学生留长头发 不过就扎起他 非常企理 每个星期都去搅拌头 那可不可以接受呢 邓飞 然后邓飞说 犯法 校规是这样的 这句就麻烦了 这个不是犯法 邓飞 他只是犯校规 不是就是犯法 犯校规和犯法是两个概念 邓飞 其实我认为邓飞是否口误 其实我觉得 我认为邓飞是否口误 因为主持经常说 流长发 绑头发 剪头发 是否好办法 不断发发发发 不是发到飞气 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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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我认为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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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等于这样 你试试跟朋友玩就知道 你叫他说十次老鼠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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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是什么 他多数会回答老鼠 因为他说了很多次 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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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听得太多的法字 所以他说了犯法 可能是 可能会这样 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或者 主持人 常常听到法字 就是犯法 校规是这么拼 他说 如果学生是因为有性别焦虑 或者有情绪困扰 学校是会尋求 心理专家或者社工协助 不过再说下去 你说学校的社工方面的问题 是不是要处理得这么多 也一定能够 再加上学生也未必这么有心去问 这也是麻烦的 怎样都好 其实留长头发我觉得不太帅 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越不让你做就越要做 其实你读完中学去到大学就可以留 等多一年至两年 如果你读得差就留多一年 读完书就可以留长头发 多长都可以 甚至乎你读完中学出去工作 你留多长都可以 不过就好看你那位雇主 容不容得你留长头发 很多公司其实都对员工的发型都有规限 这些是否法禁 这些当然不是法禁 对不对 就像你寿司郎那样 为什么要戴着帽子 我又不戴帽子的自由 我也不请你的自由 一定要跟公司规矩 如果我到时候歧视长头发 你看看上班的时候 不可以显示长头发 不能这样的 好了 邓飞这次的挑衅 或者这样爆了一句 这些叫做犯法 然后被人抓住 说什么事 邓飞 学校留长头发 犯了香港哪条法例 犯了哪条法 我们很喜欢说 说我犯法 哪条法 说不出吗 犯法 不行 这么容易被人挑衅 没了 那些什么主持 不断阻止他 不阻止他 不阻止他 哪里好听哪里过瘾 对 对 没错 怎样都好 所以上去的时候 就要被他们挑衅 怎样拆 或者怎样去反击 有时我们用一些 叫做反问的形式 就可以化解到一部分 全部都未必得了 怎样都好 同学这间东西 任由他去到平机会 什么会也好 怎样都好 他们会处理好的 我相信 烦到他 不想再投诉 我主动放弃了 我不再说了 拜拜 好 我们期待 见到阿俊仔 应该就不会变健仔 可能变了 可能暑假后 或者过新年的时候 都再剪短些给大家看 我决心剪短他 好像社长发型 还可以 是 没错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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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